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的话使我们能够脱离黑暗 进入光明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愿我们都活在神的光明之中 猎王纪上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 耶路坡安的儿子拿达登基 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二的事 行他父亲所行的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 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 背叛拿达 在菲利市的基比顿杀了他 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 正围困基比顿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巴沙杀了他 串了他的胃 巴沙一做王 就杀了耶路坡安的全家 凡有气息的 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 这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 是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耶路坡安所犯的罪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惹动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和以色列王 巴沙在世的日子 常常征战 今天的经文 我们读到了说 犹大的王 这个亚撒第二年 耶路坡安的儿子 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 那他登基做以色列王才两年 所以时间非常的短 为什么呢 这二十六节说 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请他父亲所行的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个好像不幸是一代又接一代 那时候呢 先知就警告这个耶路坡安 那警告耶路坡安的时候呢 那时候耶路坡安的儿子也过世了 所以这个拿达 他的兄弟也因为 被耶路坡安的犯罪过世了 那他今天能接去 这个耶路坡安做王 那你看好像神的警告 一次又一次 他警告了这个耶路坡安 然后耶路坡安过世了 他的儿子也过世了 拿达当王的时候 他也没有好像被提醒 应该要悔改 反而继续的行恶 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 真的提醒我们说 千万不要轻忽神 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 否则我们终会灭亡的 所以有时候神提醒我们 警告我们 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 否则呢 我们就会陷入在这个灭亡 还有神的愤怒当中 那有一个人呢 他是因为一直感冒 然后发烧 咳嗽喉咙咙痛 那这个症状呢 他就想可能是因为最近太累了 免疫力下降 所以呢他也没有去看医生 就去药房拿一些这个感冒药 退烧药来吃 那吃了以后呢 就是好像可以好一点 但是呢等药消过了 又开始发烧 然后呢 他也没有 去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 他就总是觉得 是最近太累了 总是有一些合理化的借口 就是 逃避 不想去看医生 我太忙了 我太累了 可能是因为 最近身体不好 可能因为是 天气转变 他就一直拖 拖了几个月之后呢 后来家人受不了了 就逼他说 你去给医生看 你去看医生 去好好的检查 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结果没想到检查的结果 是癌症 也因为他一直拖 那其实身体一直在警告他嘛 他一直拖 拖到最后呢 好像那个癌症 已经是很严重了 后来他就失去了他的生命 其实我想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 上帝有时候 也会引起很多的环境 来提醒我们 有时候我们发现 接二连三的一些信号 好像来 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 合理化 就是 觉得那好像没有什么 或者是 那是巧合吧 或者是刚好这些事情发生了 我们轻忽 或者是合理化 或者我们就 不去注意上帝一直 其实 他很爱我们 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暗号 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孩子要悔改 我们就没有悔改 所以呢就好像那个病人 他就一直轻忽 然后身体给他的这个暗号 那个身体已经出状况了 然后一直发烧 持续的发烧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犯罪 然后我们活在罪中 神一直提醒我们 要悔改 要悔改 我们就一直 不愿意听神的声音 一直 但是好像 刻意的硬着心去抵挡神 所以 后来呢 就没有办法 好像 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至于到最后 甚至真的灭亡 我们看到 今天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说 当神 一而再再而三的 提醒这个拿达的时候 但拿达他并没有 注意留意到神给他的记号 其实 很明显有时候呢 旁边的人都注意到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 所以 结果我们自己 害我们自己 陷入在罪中 以至于后来灭亡了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了 这个世代很多 的人他 其实他没有办法行 一个 好的行为 或者是 过一个好的生活 其实 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就是父亲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父亲的重要性 那就像今天我们也看见 就有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学习 效法的榜样 然后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 所以就转去 效法世界 活在这个 世界上面觉得 这个很酷 很炫 很好玩 很帅 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我们 真的很痛心 有很多年轻人 离开校园之后 可能就去吸毒 贩毒 加入诈骗集团 或者是去做一些 这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 我们感觉到这些孩子 他们其实呢 没有 一个学习的对象 所以他们学习的都是一些 不好的对象 尤其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好像圣经说的 这是一个无父的世代 没有父亲 以至于人就随心 所欲 这个随己意而行 不知道该干嘛 好像人里面的罪性 罪性无限的被放大 所以一直活在罪中 我们也看见 有一些孩子 他们就是 毕业了之后呢 就找不到工作 后来呢甚至呢 就去做这个诈骗集团 最近 牧师去宣教 去到这个 太北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 太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教会里面 好像他们牧养很多的 年轻人 儿童 青少年 但是这些儿童 青少年 在那里 学习语言 在那里学习这些 圣经的知识 但是好像找到 长大之后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结果后来 有一些教会的孩子 也跑去当诈骗集团 这些传道人 非常的痛心 所以我们去宣教的时候 这些传道人跟我们交通 他说 可不可以帮助年轻人 帮助年轻人 不要去走这些 不好的路 不法的路 其实我告诉他说 其实不只是在太北 不只是在缅甸 在很多地方全世界 现在年轻人 都陷入同样的景况当中 为什么 因为世界太吸引人了 太诱惑人了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 好像沉沦了 好像迷失了 被这些罪引诱 然后就去犯罪 所以 我想今天 教会 不只是好像 牧养 所以在教会当中 我开始去思想 要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呢 有时候我们带年轻人的时候 好像都在讨好年轻人 希望他来 用各种的好处 吸引他来 送他礼物 给他好吃的 然后 办很多有 有趣好玩的活动 然后他们像消费者一样的 喜欢开心了 就来 来得很开心 很高兴 然后回去 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他们来了 离开了 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改变呢 其实神的话 真理 才能够真正的 改变人的生命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求主 开始祷告说 神啊 帮助我们 我们要 帮助这些 孩子 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他们要有神的意向 他们要 去完成大使命 他们不是只是来好玩而已 教会能够给他们什么 父母能够给他们什么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奈 但是我们需要的 给他们意向 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能够为主而活 为意向而活 为使命而活 我相信 神可以改变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我相信 这个世代 会成为有父亲的世代 教会要成为父亲 有许多的属灵的父母要起来 要建立属灵的儿女 我们要传承 神给我们的使命 来看到 上帝的国 因着这个世代的改变 大大的降临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 在这个无父的世代 真的非常的需要父亲 需要许多的属灵父母 需要许多的教会 一起起来 完成你的使命 愿你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来成就你的意向和使命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